Lun Sang 音樂 好 我們現在要把我們上次的 這個方法 推廣到很多層多層膜的系統裡面的時候 你會遇到一個問題是 在多層膜系統裡面 如果你是沒層膜 一道一道去分析 其實有點困難喔 如果我今天有一個很多層膜的系統 因為這裡有100層膜 好幾十層膜在這邊 那我想要知道說我的露色光 經過我的多層膜系統 它的反射它的穿透是多少 甚至一些polization變化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處理它 你說那三層的介面我會 兩層三層好像勉強可以接受 可是你十幾層二十層 上百層你要怎麼做 可是往往你看很多的商用的商品 它其實是可能coating了100層膜在上面 那你要怎麼處理 你說那我不是做到10嗎 我用計算機 用計算子在那邊寫 像寫Homework一樣 哇光一個介面我已經寫了一張計算子 哇兩個計算子 三個計算子寫到10喔 所以我們要怎麼辦 好所以我們這邊是叫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用matrix approach 我們可不可以想辦法把 你看光打到我的介面 感覺就是有個介面的問題 然後呢經過介面跟介面之間有一個 propagation 好因為光在這個介面跟介面中間 它會有一個propagation一個距離 再經過一個介面 再propagation 再介面 再propagation 再介面 所以我們有沒有辦法把 介面的matrix找出來 或這個的matrix找出來 最後你的入色光 還有一個matrix 好入色光打到一個matrix之後 就會變成我的出色光 類似這樣用matrix的方式做 所以我們現在呢 你會發現你寫了一大堆 我們就是開始找 誒它相對於介面間的問題 或者是它在空間中 傳播的時候的 相對於matrix是什麼 然後最後我們來用到我的 multi-layer的system 好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我現在要做什麼 你會覺得 誒這個 好像四子余 有點多有點麻煩喔 這樣子可以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來看 好所以我們現在就是用我的matrix approach來做 好擦掉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好假設我有一個介面interface 好在這個地方有一個interface 然後有兩個戒指 中間有一個interface在這邊 好那我這邊做標準 我假設這是x跟z的平面 好那我入色光 我現在 考慮t1的case t1的case就是你的poration state 跟你的這個入色面是垂直的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光 大概可以大致上來說 經過一個介面你的光可以分解成 好沿著z方向傳播 跟-z方向 當然你可以分解成這兩個方向 所以你的入色的一道光 反射好傳統 然後這邊可能有另外 從別的介面反射回來的光 好所以你會說這哪裡來的 就是從可能從另外一個interface 反射回來的光 好那for t1的case 所以我有e1 e1p e2 跟e2p 然後相對於你的它的h的部分 你就可以就是稍微畫一下 因為你知道它的k方向 你的電場的方向 詞的部分你可以畫 好那你的入色角跟反射角一樣 我就設做的是sita1 好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相對應就是sita2 好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介面的中間這個bundary 它滿足bundarycondition 就是tangential的方向 它滿足它自己的那個 它的特性喔 tangential的方向就是指x跟y的方向 好所以我可以看到說 y方向唯一有的分量就是我的e x方向唯一有的分量就是我的h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寫下來 好它滿足它的邊界條件 所以就很自然可以寫成 e1加e1prong 要等於e2加e2prong 好那h它x的方向你就可以寫喔 那如果你說你不知道的話 就記得就是它是 h的話 就是k cross e 出上你的impedence喔 好那你的impedence 跟你的折射率又有關係喔 所以你就自己去寫就好 這邊我就不仔細推了 所以你可以寫出x方向的 它的這個邊界條件 所以自然而然可以寫出 e1n1cos1 減掉e1prong n1cos1 等於e2n2cos2 好所以沒有什麼喔 如果你前面的那個筆記 你都有跟上的話 這就是它的邊界條件喔 這沒有什麼 好那接著你就可以把它整理 把它整理成比較漂亮 好就e1跟e1prong 放在左邊 然後e2跟e2prong 放在右邊 把它整理漂亮一點點 好那整理漂亮之後 那比較有sense 數學比較好的同學 你可能覺得 欸這樣好像可以變成一個 matrix的形式 好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在這邊就寫 欸好像感覺你可以把這樣子的 兩個這個equation 變成什麼的matrix 乘上e1跟e1prong 會等於某個matrix 乘上e2乘上e2prong 好就是根據這個equation來寫的 好你就把它寫上來就是了 然後寫完了之後 假設這邊是d1 假設這邊是d1 然後這邊是d2 好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寫成 某個matrix d1 乘上e1乘1prong 會等於某個matrix 乘上e2乘上e2prong 然後d1跟d2 它是要滿足你的boundary condition 在介面中間 要滿足電池波告訴你的那個邊界條件 好然後接著我就移向 我就用你的工程數學的移向的地方 我要移向我怎麼移 我這邊最好乘上d1 負義 好這邊也乘上d1負義 好這邊也乘上d1負義 就做一個inverse 乘上一個inverse的matrix在這邊 那我們知道d1負義乘上d1 就是我的unimatrix 所以等於1 所以真的就沒了 然後這邊就變成d1負義乘上d2 好這邊有問題 這工程數學的喔 都沒有太難 好那我 我就是定義d1負義乘上d2 它等於d2 好那d12你就可以把它寫下來吧 反正d2就是等於d1負義乘上d2 然後剩下的你就是工程數學 把它帶進去就好了 你看這個inverse matrix 你可以直接去求 這邊我就不寫了 因為這只是求inverse matrix喔 你想辦法把d1負義乘上d1 還有等於unimatrix 找出你的d1負義的值就可以了 所以等於是在求inverse matrix 這自己求就可以了 好那求完了之後 你就可以 就直接自然而然 把你的這個d12 把它求出來 好就把你的d1負義乘上d2 把它乘出來 好這不難喔 如果就是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回去就是用計算值 把它算一遍喔 就直接算一遍可能會比較好 比較快 然後這邊有些步驟我有點小省略喔 但是就是 呃 你中間如果說辣掉了 你可以自己再把它 就是用計算值算一下下 好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你的d12是什麼 d12你就把它整個把它乘出來 乘乘乘乘 然後稍微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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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這邊的話自己回去做 我這邊我就不跟了齁 然後最後的我要則是這個式子 好 所以你會發現你的d12你可以整理成一個式子 它跟你的transmission coefficient 跟reflection coefficient有關 所以你最後的d12會發現 它裡面可以用你的transmission coefficient 跟reflection coefficient 12就代表它12 兩個這個 兩個的界面的那個transmission跟reflection coefficient有關 好所以你的d12你會發現 欸你的中間的d12 它d12是什麼意思 回過頭來d12是什麼 d12不要忘記了 就是我e1 e1prong 跟e2跟e2prong的中間的那個關係式 或者你記得它的圖是什麼 e1 e1prong e2 e2prong 它中間的d12是代表它界面中間的那個反射面的那個反射的那個metrics 所以你的d12這個反射metrics跟什麼有關 跟你的reflection coefficient 還有transmission coefficient有關 那reflection跟transmission coefficient你可以自然而然去寫下來 你用你的那個fennel equation 好就可以把它求出來 for te的case 好 for te 這是for te的case transmission跟reflection coefficient 你就可以把它寫出來 就是說 當你的 當你的入色的polarization state 它是tepolarization 它經過界面的時候 它界面反射相對你的metrics是什麼 你就可以把它寫出來 好這樣子可以嗎 其實它不會很難喔 但是就是說你可能需要知道一下它的關係是什麼 然後可以回去把它稍微 整理整理做一遍 它的數學有一點 就是你需要整理啦 沒有那麼trivial喔 稍微整理一下一下 這樣可以嗎 好那從回過圖來我們就會 好所以我們這邊來舉個例子 好這邊很簡單齁 好就是我直接就check了 假設我的e2prong這裡呢 也就是說我現在看的是這個界面 這是e1prong 這是e1 這個這個是我的這個部分 好我就把我這個是拿來做check的動作 所以我現在假設就是它沒有從其他界面有反射回來的e2prong的光喔 所以我們就看我們的e1 e1prong跟e2的關係喔 然後在這邊你就設e2prong是0 因為假設沒有從其他界面反射回來的光 所以就把它帶進去我們這個式子來看喔 所以e1prong會等於d12 然後呢e2 0 然後接著我們把d12把它帶進去 就帶著 然後呢把它算一算 算一算之後你把它乘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e1等於 e除上t12乘上e2 所以從這邊你可以看到e2 就等於t12乘上e1 好這還蠻合理的喔 你可以知道說 喔原來e2就等於e1 乘上它的transmission coefficient 它的穿透係數是多少 然後乘上你的入色光就是你的穿透光 這還蠻合理的喔 然後呢你的 然後從第二個 e1prong它就等於r12乘上te2 e2 那我這邊是稍微化解一下喔 因為我們知道e2 e2其實等於te2乘上e1 因為剛剛上面這個式子高 欸 上面這個式子高說你 好所以你就把它稍微化解一下喔 然後這可以消掉 所以你就會發現最後是e1prong 會等於r12乘上e1 這什麼意思 所以e1prong 等於它乘上一個反射系數 好所以這其實還就是還蠻make sense的喔 所以我就稍微就check一下動作 就是告訴你 欸這個 它這個 在反射界面的地方的這個metrics喔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它跟你之前 這個做的 好就是之前你在處理的系統 其實是它是一樣的喔 equivalent的 好 好那這邊都是講t的case 那如果tm呢tm的會不會不一樣喔 所以我現在就要來寫一下tm tm的話呢我就把圖把它畫起來 所以它的h的部分 它的h的部分它是跟我的路色面是垂直的 然後你的這電腸的部分是 就是坐落在你的x跟z的平面上面喔 剩下的t就照著畫 那接著我一樣找它的boundary condition喔 那我要找tangential的方向 好它要滿足它的連續性 那tangential的方向指的就是x跟y的方向 好那我們就看y的方向唯一有值的就是我的h的分量 然後x方向唯一有值的是我的e方向的分量 所以你就把它寫下來就可以了喔 那我這邊有補助一些赤子 如果你搞不清楚那赤子怎麼來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喔 這是電子血裡面的東西沒有什麼 所以就稍微把它寫一下就是說 你知道你的h是沿著y方向震動 那你的電場e你要怎麼找 好那找到之後的話 裡面可能你會遇到這個 你的y vector的問題喔 它z方向的分量這個k你要怎麼找 就不要忘記你可以利用它的角度 好這些關係你可以把這個k 在z方向分量上面的k把它找出來 好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把它寫寫一寫 就是把hy跟那個e的x 它滿足的bundee condition 它的手痕的特性的式子把它寫出來 寫出來然後這邊就額外就是在寫這個k2z 這個k2z你可以就是把它稍微寫一下喔 是怎麼樣然後這邊寫的是通則喔 就當i如果是1或2都可以喔 通則是什麼就把它寫一下 好那接著呢你就可以把你的bundee condition 然後用那個matrix的方式把它列出來 好跟剛剛那個te的case一樣 你就把它稍微列出來 列出來之後你會發現就是說h1 h1prong它前面有個matrix 如果是matrix假設是d1 然後接著你就是把它稍微就是把你的matrix喔 好就是兩邊都各乘上你的inverse matrix齁 d1的inverse matrix就可以了 好然後就把它稍微求一下 然後這邊就稍微寫了一下就是說 你的dj 我不管你的j是1或2 它的inverse matrix通則的寫法是什麼 你可以把它寫下來 好然後你的inverse matrix乘上自己的話 它應該會是一個unimatrix喔 所以它是對角線是1剩下是0喔 好那你的dj 那你也可以是把它寫下來 然後一樣這可能是1或2都可以喔 就通則把它寫下來 好所以其實這寫起來都不是很難嘛 然後你稍微去化解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d12 就是它描述你的介面的特性的這個matrix d12它基本上跟你的兩個介質的折射率 好甚至兩個介質它的相對應的角度喔 入射角或折射角有關係 那你可以再進一步的把它化解 好把這matrix變成是你的transmission coefficient 跟reflection coefficient的關係式 然後這關係是跟剛剛幾乎是一樣的喔 它是一樣的 然後只是說你的t12對於你的tmcase喔 跟re2 for tmcase跟tcase是不一樣的 雖然這個的表示法你覺得是一樣 可是實際上這裡面的內容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邊的話你這邊的 你的transmission跟reflection coefficient 你寫的時候要for t跟tm是要分別寫的喔 好免得你會覺得欸那這不是都一樣嗎 我管你是t跟tm嘛 看起來都一樣 可是實際上它的for t跟tm 它的transmission跟reflection coefficient 是不同的所以在筆記上面自己要註明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你的t跟re2 for tm的case 你可以稍微寫一下 這之前都做過 就從你的final的equation就可以求出來了喔 就你只要知道兩個戒指的折射率 然後角度 那你可以找出這個光在通過這個界面 它的tintout係數跟反射係數是多少 好那我們這邊有一個小小的summary喔 就是說如果要描述這個界面間的這個行為 這個界面先看1 2這樣子 這個第一戒指面 好就是我要描述有一個光 打到我的界面會有反射穿透 甚至有其他的界面反射過來的光 那這個界面這個matrix你可以怎麼寫 那我這邊就是寫個通則 好不管是第幾個戒指 m可能是1或2喔 不管你是第一個或第二個 不管你是第一還是第二都可以 它的matrix的顯法大概就是1跟1 然後alva m-alva m 然後呢如果你是dm inverse matrix-1 那一樣可以把它寫出來是2分之1 2分之1 然後這1除上2alva m-1除上2alva m 然後這邊呢其中它的alva m for t1的case跟tm的case不一樣 for t1的case你的alva m就是nm tm乘上cosθm m可以是1或2喔 這可能是n1cosθ1 或n2cosθ2 看是哪一個 你這是指那個第一個介指還第二個介指 然後呢如果是tm的case的話 就cosθm除上nn 好一樣你如果m是1的時候 就cosθ1 除上n1 好不好就是cosθ2 除上n2 好所以這邊是稍微就是簡單的介紹一下 就是說在 如果你遇到一個interface的時候 你的光通過你的interface的時候 它的那個行為的相對應的matrix是什麼 所以在這邊呢實質上我們還需要 稍微小畫一下 好所以這邊是指的是interface的行為 interface 這邊的matrix指的是interface 可是事實上呢我們還需要的是 介面跟介面之間我們還需要propagation 好所以我還需要一個propagation matrix 好就是剛剛我們這邊是介面的性質 可是事實上你從一個介面傳播到另外一個介面 這中間這個傳播的性質 它相應的matrix是什麼 如果cow我可以知道說 店面的matrix 然後又知道propagation的matrix 你大概就很容易 從interface從這一段 然後傳播到這段 然後可以去預測它的行為 所以我們現在還需要推導的是 propagation的matrix 所以我們現在要花點時間 這還蠻簡單的喔 我們把它寫一下 哇 這還蠻簡單的喔 所以我就直接講一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現在要求的是propagation的matrix 所以我要從一個interface propagate到另外一個interface 沿著Z方向去做傳播 那假設如果在第一個interface 離開這個interface的如果是A 到達這個interface的叫A' 然後第二個interface一樣 如果是抵達這個interface的是B 抵達第二個interface 或離開這個第二個interface 是B' 然後假設這個中間的 這個兩個interface間的距離是D 是D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我要propagate的時候 第一個interface到第二個interface 它有accumulate face 那這個face accumulate face 跟exponential-Z k.r有關 那你的k.r 它在這個 因為你的k 它是坐落在你的這個 x跟z的平面上面 所以我們知道它應該 k通常會有x方向上的分量 跟z方向上的分量 都在這裡 那我現在呢 這個其實是切線 所以我不管 然後這個才是我的傳播的 propagation 所以我只要care 這個propagation的項就可以了 所以我care的就是說 它propagation是沿著正字方向 或負字字方向 propagation才是我在乎的 所以我要把這一項把它找出來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到就是說 在日益方向上的分量 不管是在哪個戒指 可能第一個戒指 第二個戒指 j就是指 1234 不管是哪一個戒面 日益方向上的分量 那你就知道說 它就是你的k.0乘上 第什麼 第哪一個戒指的折射率 在乘上cosc.r.j 這c.r.j 你可以用snail slow去求 然後這邊的話 另外一個技巧 就是我們之前一直講 你可以把全部的k的大小 k.0乘上 就是你的在座落的那個戒指的折射率 的平方 減掉x方向上的分量的平方 開根號 就是我z方向上的分量 所以這技巧一直在用 所以我一直在寫喔 一直在複習喔 好 那我假設 我的k.0乘上d 它accumulate the face 定義它如果是phi 好 那則你從a propagate到b 從a propagate到b 從b'propagate到a' 中間accumulate the face 你就可以把它直接寫下來 就可以直接寫下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反向 因為它是正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寫 A的 因為這還蠻簡單的喔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 把它繳掉 好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個matrix的形式 我就直接把它寫下來了 好 所以就可以很簡單的 把我的propagation matrix 就寫出來 我就把我這兩個的 這個等式喔 把它變成這個matrix的表示法 所以就很快就可以寫出 就是propagation的matrix 它就是一個是對角化的一個matrix 然後在這個對角形式 像是e的phi jphim e的負jphim 然後這個phim 它指的就是你propagate 沿著z方向propagate accumulate the face 所以就kz乘上dm 然後呢 它就等於你的kz乘上你的 在哪個介值的折射率 乘上它的propagate的長度 然後乘上一個cosθm的字 這個ceta i 你可以從snill slow去找 或者你說 換句話說 你可以從你的那個k 它需要滿足的那個bondary condition 去找到它也是可以喔 然後你的k0會跟你的波長有關 所以這邊的話我propagation matrix 我就把它找出來了 好這應該不會難喔 就是interface的matrix 跟我的propagation的matrix 我可以找出來 好我們現在來處理我們這個 比較巨型的問題喔 如果說你遇到像這種multi-layer的structure multi-layer structure 它可能好多層 然後有很多個介值 從n0n1n2n3 然後就每個介值間的折射率 就是用這個n0n1n2n3來表示 它可能很多層 然後最後光出色的是第ns層 好那我要怎麼樣找 你的入色光如果一瓦的光打進來 會有多少瓦的光反射 多少瓦的光穿透 天啊那是怎麼辦 沒關係 我凸髮練剛 我就一層一層的慢慢做 看第一個這張戒指找一次 第二個好慢慢找 然後找到ns層 我就是我非常認真非常的努力 然後就慢慢的把它找出來 那也是可以喔 可是你可能會覺得 算了算了老半天中間 不小心計算錯誤了 然後整個都算錯了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我們就來看看說 那我可不可以apply我的 剛剛教的這個matrix的approach 我只要凡是有介面 就用interface的matrix 然後中間有propagate的 我用我的propagation的matrix 去處理類似這樣的問題 看看會不會覺得 這樣做起來會不會比較容易一點點 所以我假設我有個入色光 入色的這個平面波 然後這反射的平面波 是a0個a0prong 所以凡是 好什麼a0 這就指的是forward 那如果有什麼東西的prong 它就指backward 就沿負z方向傳播 好如果說沒有prong的話 就是沿著正z方向去做傳播 好然後反正是 沒有這個telda的 就是指第一個介面 然後有telda就指 第二個就是這個propagation matrix 右邊的這個介面 一樣在這一層裡面 右邊的部分就是中間上面 再加一個這個index 好所以我們現在來看說 那我要怎樣再處理這樣子的問題喔 所以我可以看到說 那我可以直接就把我的a0的matrix 先寫出來 就先寫a0個a0prong 這matrix你可以就是小小的這個vector 可以先寫出來 好那我現在就是說經過第一個介面 經過第一個介面 所以你的matrix 我寫在這裡好了 好所以我可以看到就是說 你的在這邊 好第0層的這個部分 還有a0跟a0prong 然後第一個介面會有a1跟a1prong 可是中間有一個interface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interface 它需要有個interface 對應的這個matrix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就寫 好在一個介面 interface的matrix是d0 然後乘上a0 這a0就是指a0跟a0prong的那個vector 然後等於你的d1 那個介面的右邊的d1 乘上我的a1跟a1prong 好可以嗎 好那我的這個a1呢 要propagate直到a1 你要從這個a1a1prong propagate到這個 就是你的interface 這邊右邊的地方 你需要有個propagation的matrix 所以我的a1的這個vector 跟我的a1telta的這個vector 中間插了一個propagation的matrix 我要propagate到我的這個右邊來 所以這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 好那我就以此類推去寫 那在第二個介面的a1的telta 乘上d1會等於我的d2乘上a2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就以此類推就可以把 你的在每一個介面間 它的介面間的這個行為 這兩個這個vector的關係 跟兩個interface間 它的propagation的這兩個vector的關係 就可以一層一層的把它寫出來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那個並相的動作 好所以說從這邊我可以知道 我的a0會等於什麼 我就兩邊都同層上 就是用inverse的matrix 就用inverse的matrix去寫它 然後這邊再繼續propagate 然後就可以一直把它寫下來 好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好我現在就是要來討論我的這個 multi-layer的structure 那我怎麼樣用matrix的方法去處理它 好那你就會 就是去把一些那個原則把它找出來 然後你就會發現 其實用這matrix的方法去做 其實它有它特別的規則性 讓你處理multi-layer structure 其實會比較相對於 之前的方法它容易很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就是這邊的話你就要很清楚 我們剛剛在推導什麼 就是從9點開始的我們第一堂課 開始你推導的d跟p 這些東西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們就從interface的matrix 到propagation的matrix 好去就是從頭開始講 然後現在我就是要直接應用 我的這個interface的matrix 跟propagation的matrix 到我的這個multi-layer的structure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假設我的 我不管是a0或a0prong 我可以擺在一起 在同一個layer裡面 一個是代表就是 a forward 一個是backward backward的field 好那我可以寫成一個vector的形式 所以a0的這個vector 它對應的就是a0跟a0prong 那如果說它是am 不管是m是1234 第幾層 它一樣它會對應的vector 就是am跟amprong 這邊就是先定義起來 那我現在就直接來寫 好那我從第0層 好經過我的第一個interface 要到第一層 所以我要從我的a0的vector 到我的a1的vector 所以這中間呢 a0這邊它會乘上一個d0 然後這邊乘上一個d1 那如果兩邊都各乘上d0的inverse matrix 我們知道這會變成d什麼 d01 d d d10 反正你就這邊這句話 就會變成它的interface matrix 那我們這邊是分開把它寫出來 所以你的第0層的這個d 好這個d乘上我的a0 然後等於d1乘上我的a1 好這沒有問題 那我現在從我的interface 第一個interface 要propagate 到第二個interface 中間你需要有的是propagation的matrix 因為它告訴你 在這兩個介面之間 光在傳播的時候 累積的相位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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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從我的a1的vector 到我的a1t的vector 它中間插了一個propagation的matrix 好我就把它寫下來 所以這邊其實都很trivial 那就會不難 就是跟我們剛剛講的一樣 然後接著這是第二個interface 從第二個interface的左邊 要到第二個interface的右邊 所以我等於是從第一層 就是你的n1的那個layer 要到n2的那個layer 所以呢在你的 a1的telta的vector 要乘上一個d1 會等於我的a1的vector 要乘上一個d2 好就以此layer 你可以一層一層 就把它寫下來 然後再propagate之類的 就把它寫一寫 那我們現在來從頭來看 如果我現在是從第一個vector來看 如果我的a0 到底a0 最後跟我的這個as 這有什麼樣的關係喔 所以我看我的a0 a0 這邊是d0乘上a0 等於d1乘上a1 所以我把它兩邊都乘上它的inverse的matrix 所以a0會等於d0 inverse的部分 乘上我的d1 好這應該沒有問題喔 然後這照著寫 是a1的vector 好那我看我的a1的vector 好像這邊告訴我a1的vector 它可以繼續propagate到第二個interface 所以我就趕快把它propagation的matrix把它寫出來 所以我的a1的vector 可以propagate到a1的telta的vector 好這也沒有問題 然後我的a1的telta的vector 又可以propagate到我的a2 所以就一路上疊上去寫 好然後這個的話要疊過來的時候 記得這邊兩邊都同層上d1的inverse的matrix 就可以了 好所以你就一層一層把它寫下來會發現 我的a0的vector 跟我的a2的vector 它的關係是什麼 它有一個d0的inverse 然後乘上d1p1d1inverse 乘上d2 感覺是這個a0 就是我的a0這一項 跟我的這個的關係 這東西已經有一層了 有一層在這邊 好像感覺是 我有一個input的 input的一個matrix 是由這個0層來決定 好0層來決定 然後接著是我的 layer1 好像這些都是跟我的 那個中間的那一層 layer1 N1的那一層的 性質有關係 layer1的一個 三個相乘的一個matrix 然後這是第二層 相關的這個matrix 好所以我們可以從這邊 以此類推喔然後去做整理喔 然後這邊我就很不負責任的 畫了個四個點 點點點點 好自己去推的意思 好所以你可以最後可以發現 我的a0的vector 跟我的output的 as的這個vector 它會有 你可以 就慢慢去寫 你可以慢慢寫 第一層第二層第三層 你就慢慢去寫 然後我這點點點 就自己回家寫 就會發現它其實是 有個d0 inverse的matrix 乘上layer1 乘上layer2的matrix 乘上layer3的matrix 就是最後點點點成這樣 output的這個ds的這個matrix 好然後它是 座落在我的output layer中間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你的a0跟as的vector 它其實是有關係 是它是有一些 就規則性在裡面的 好這樣可以嗎 然後我接著就進 就接著往下寫 我的a0跟a0prong 這個vector 會等於d0的-1 接著我這邊連層 好看你有幾層 我就有幾個layer 我就連層 所以這是連層的意思喔 連層 好就連層 我不管我的n是01234隨便 就是1234 dn乘上pn乘上dn的 這個-e 好那再乘上我的output layer的ds 就會跟我的output的vector 相乘 好這樣子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我在遇到我的multi layer structure 我不管你有幾層 好那你一定是需要滿足 像這樣的式子 然後我是慢慢的一步一步 propagate 從input到output的部分 好那假設 我可以定義就是說 不管這層起來喔 它可能層起來有點複雜 但是它層起來 它總是有一個matrix m 然後這個m我就叫做 transfer the matrix 然後這transfer matrix 它描述的是我的A0跟A0prong 跟ASSprong的關係 好然後這個 這個transfer matrix 是2乘2的這個矩陣 它每個的分量 我定義它是m1 me2 m21 m22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可以繼續把它寫下來 然後在這邊的話 不要忘記喔 就請大家 這些d壓p壓是什麼 我這邊就把它 為了完整性把它寫一寫喔 p就代表是propagation的matrix 它跟你的accumulate face有關 然後這個face跟什麼有關 好這邊就有寫 波長 好 2π除上浪達 因為波長 折射率 然後那一層介質的 傳播的這個距離 然後乘上它的coscdm 就可以從snailslow找 然後你的dm跟你的interface 這邊是有關的 dm跟dm的-1 它裡面的 的參數就是αm m可能是01234喔 然後你的αm取決在你是t1或tm 如果你是t1的話 alpham就是mm 分上coscdm 好如果說 是tm porization的話 就coscdm 然後m這邊的話 可以是01234喔 看是哪一層 這類的 所以這樣子就是 稍微完整的寫一下 那我們來舉個例子 所以我們這邊舉個例子 我們從我們這邊 左邊的matillair的 這個結論來喔 所以我現在就舉個 舉個例子 假設我asprong等於0喔 就是假設 這邊就是我的 最終的output的 所以沒有任何的介面 再讓它有反射光 所以我設這個 asprong等於0 asprong 好 那asprong等於0 所以我可以根據 我們這左邊的這個 transfer的matrix 你就可以把它寫出來喔 所以你的a0跟a0prong a0就等於m11乘上as a0prong等於m21的as 這應該沒有問題 從我的 你的最左邊那個白板的 transfer matrix 那個關係式來 所以這邊你就可以找 把它移向一下 我們就知道說 as除上a0 它會是 1除上m11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那我們可以看到 as除於a0是什麼意思 as 這個as除上a0 好像感覺是 出色光 除上入色光 這個感覺好像就是我們的 transmission coefficient的定義 for the entire structure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你的a0 你的a0跟as 它中間有個關係 這關係是什麼 就是transmission coefficient 這transmission coefficient 跟你的m11有關係 m11有關係 所以我就不管 你那個matrix 乘起來是多少 你如果你可以求出 那個transfer的matrix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transmission的 coefficient是多少 好 那我的a0prong 我可以照著寫 a0prong 它就等於m21乘上as 好 那我剛剛說as 它跟a0 中間差了一個m11的值 所以就照著寫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a0prong 跟a0 它有個關係 這關係是 m21除上m11 所以我的這個 如果transfer的matrix 知道它的 中間的兩個分量 m21跟m11 知道 我就知道 a0prong 跟a0的關係是什麼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a0prong 是這個 a0是這個 所以這是反射的 這是入射的 這兩個一除 好像感覺你在講的是 reflection coefficient 好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你的reflection coefficient 一樣可以從你的transfer matrix 那兩個分量去找到它 好 所以這邊就稍微寫一下 就是說 你如果你的multi layer的structured system 然後我知道它的transfer的matrix 你可以從這matrix裡面的分量 去找出整個structure的transmission coefficient reflection coefficient 你都可以找出來 好 這樣子OK嗎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如果有multi layer的system 你一樣可以去設計它 讓它怎麼樣 什麼抗反射 反射率是0 然後光盡量穿透 或是高反射率 讓它穿透盡量是0 如果是高反射率 感覺是在做鏡子 所以你有機會利用multi layer的system 做一個鏡子反射鏡 因為它可以完全的反射光 好 所以有的時候你去買那個 那個光學元件 它有的時候那個光學元件 它會特別告訴你 欸這個是可能 是multi layer做成的那個反射鏡 它不是鍍金屬 或者鍍那種銀啊 或金的那種金屬 它是用multi layer的方式 讓光 好 是全 就是讓光盡量都是說 反射率是100%的那個方式 去做它的 就是用multi layer 或者你說 常常會聽到什麼 dialistic mirror 好 它的做法 大部分就是說 它用很多dialistic layer 然後用很多很多層 然後讓你的最後的那個反射率 會是100% 然後這樣也可以做一個鏡子 可是事實上 它沒有去鍍任何的金屬在上面 好 這樣子可以嗎 所以我這邊稍微看一下 那當然有同學可能會問說 我幹嘛需要這麼多層的layer 好奇怪啊 我為什麼不能一層兩層就好了 之前老師你不是講兩層三層 好像就可以做抗反射層 或者是增量膜 那些都可以做 為什麼需要這麼多的layer 好不要忘記我們之前講的很多的since 它都跟single reference有關係 例如說 紅光或者藍光 它真的抗反射 可是實際上如果你是要broadband 例如說我要整個白光 都要是抗反射 這個時候你只有一層layer 其實是完全不夠 你可能就需要多層的layer system 去考慮各種不同的 這個波長的光之類的 或者是說你需要它的入射角的範圍 可以有tolerance 不要只有正向入射的話 那你可能就需要去設計 這種多層膜的結構 讓你的這個入射光或反射光的性質 會適用在你那個研究的那個系統裡面 就是把那個上堂課的教著那個原則 我們就是用在這個case裡面 要討論一下 這quarter wave stack 通常是在講什麼 可是還蠻有名的一個例子喔 所以就是說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例子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來從頭 從頭稍微講了一下 所以如果有一個入射光 入射角度是sitta i 那它從一個N0的這個介質 開始入射到multi-layer的structure 這是multi-layer是由 兩個介質組合而成的 然後它是N1跟N2 N1N2就是它的折射率 好 那你的入射 你入射角因為是一個sitta i的這個角度 所以在每一層layer 它一定會有另外一個折射角 這可以從snow slow去求 所以N1的介質 假設它是sitta i的折射角 在N2介質是sitta i的折射角 然後它的這個厚度 一個是d1 一個d2 那我們這邊應該先假設 它是quatter wave stack 就是說這每一層都是一個 quatter wave的形式 所以我知道 這些的關係 一定要讓它在這裡面 accumulate the phase 一定要是quatter wave 就是二分之pi 然後這邊也是 好那我現在有很多個pair N1N2這種pair 就是這個有N個N對 在裡面把它點在一起 然後出色的介質 假設它的折射率是ns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來想說 來找就是說 這樣子的入射光進去 它的反射會有什麼樣的性質 穿透光會有什麼樣的性質 然後跟N的關係又是什麼 好 那我們現在因為知道 這題目直接告訴我們說 它是quatter wave 所以我就知道說 在這個propagation的 metrics裡面 那個accumulate phase的像 phi1跟phi2 我不管是哪一層 它一定都要是quatter wave 所以它是 phase 就是轉過來是二分之pi 這個沒有問題 好那因為它的這個 accumulate phase是二分之pi 所以我就知道說 它k1z乘上d1 等於k2z乘上d2 應該要等於二分之pi 好這就是帶剛剛的我們的那個 帶我們剛剛的那個 propagation matrix裡面的那個定義 所以我們就把它帶進去而已 然後呢k1z乘上d 我不知道它是 在低層介質裡面 然後k在z方向上的分量 乘上我的低層的厚度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寫下來 所以k1z你就可以寫成 k0就是二拍數上lambda 乘上我的低層的厚度 乘上它的折射率 再乘上它的cosc1 因為這樣才會是z方向上的分量 然後呢你的k2z 就同理可以寫出來 所以這邊的話 應該可以變得很快 這邊就不用講 這個其實就是基本功 然後它要等於二分之pi 所以從這邊的話 你可以把它propagation matrix 直接把它寫出來 propagation matrix 就直接寫好了 那因為它的face是二分之pi 所以我們知道 propagation matrix 它會是一個i跟負i的這個像 在裡面 就根號負1這個字 就把它在旁邊寫了一下 好 所以說呢 在這個multi-layer structure 那transfer的matrix 你就可以把它寫好 這是入色的incident layer 有d0-1 然後這是output layer的ds 然後這中間呢 就是跟我的那兩層 n1層跟n2層 它所代表的這個matrix 相成績有關 然後它有n個layer 所以就它的n倍 因為是它連層 所以你這邊的話 就第一層 就是d1p1 d1-1 然後第二層就是d2p2 d2-1 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它有n個pair 有n對 在裡面就是有個n次方 在這邊就可以寫 寫起來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最終就是要求 這個transfer的matrix app 可是你看這個 看起來有點嚇人喔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做 所以這邊我們就把d1p1 跟d1-1先把它乘出來 好 就照著乘 那我用的是這個alpha的表示式 因為我現在 我不管它是t1 或者tm 反正你都可以用alpha m去表示 只是alpha 或t1跟tm 它是不同的意義在裡面 好 所以你就把它乘出來 這沒有什麼 就下去乘就好了 這不會太難 然後d2p2 d2-1 一樣去把它乘出來 就可以了 好 乘出來之後呢 這兩項再把它對乘 好 然後對乘了之後呢 然後再把它取n次方 就可以了 所以我把它對乘了之後 然後稍微做一個整理 所以我就用 你們發現這最後的表示式 會是一個-1乘上一個matrix 這matrix 它是個對角化的 它是跟你的alpha2跟alpha1 那個比值有關係 好 然後所以我就定義說 alpha1如果除以alpha2是raw 那則這一項就是1除上raw 這應該沒有問題 然後這個raw 就是我的alpha2除上alpha1 那但是我這邊就特別寫 如果for t1跟tm 這個alpha2除上alpha1 那個值會不一樣 好然後這個 這個raw的值 它會跟你的折射率 就兩個 N1N2的折射率 還有兩個的折射角有關係 這邊就把它寫出來 for t1跟t2它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你在看到這邊的 general的表示式是一樣 和實際上裡面的內涵 它從不同porization 它是不同的值 好這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所以我們現在就把它n次方疊 因為我現在有n個pair 好我就把n次方把它連成 然後就n次方把它寫進去 那因為這是對角化的函數 然後你的n次方其實很容易的 就直接把它丟進去就可以了 好這其實還蠻好做的不會太難 所以最後你可以把你的 這個quater wave stack的這個 transfer的matrix 我可以把它找出來 好我就把我的d0-1 ds 然後中間就是剛剛我們求的 一大堆的那個 的這個n次方的這個像 把它帶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最後你去整理整理整理 好反正就成 就做苦工去成 去整理 好就整理出 這個其實還蠻對稱的這個形式 這個一個值跟raw跟alba 有關的一個值在裡面 然後呢 所以你的transfer的matrix 基本上你可以求出來 然後不要忘記著你的transfer的matrix 你可以有你的transfer的matrix 可以去找你的reflection coefficient 尤其是這兩項 所以我就可以接著 把我的reflection coefficient 找出來 所以我就從這邊開始寫 我從我的剛剛的那個 transfer的matrix 我可以找出我的reflection coefficient 它就等於你的transfer的matrix m21除上m21的 那兩個分量的比值 就是你的reflection coefficient 所以就可以直接把它寫出來 所以這沒有什麼 我就是把我的transfer的matrix 那兩個項把它 比例一除就可以了 然後稍微就是 整理一下 變成這個raw的2n 就是讓它變得比較舒服的形式 我就是上下 都乘上一個raw的n次方 然後讓它變成raw的2n 然後這邊把那個raw的項把它移掉 好,那我們這reflection coefficient的絕對值平方 就是我說的反射率 反射率 然後呢,如果是 它的穿透率就是1-掉這個大r 好,就是我的穿透率 所以我這邊就在 接著就寫 如果for t的polarization 那你的reflection coefficient 你就可以把那個raw 直接把它帶出來 因為raw是跟你的alba有關 那你的alba跟你的折射率 還有你的折射角有關 所以就可以直接把它寫好 好,就會從這邊就可以看到 其實看起來有一點小複雜喔 因為它跟你的 到底有幾個pair 有關係 還有跟你的 那兩個 n1個n2 兩個材料的折射率 折射角它是有關係的 甚至是入射層 跟穿透層的折射率也有關 還有它角度也有關 那for tm的話 你就是照著一樣寫喔 它很像 但是裡面的有些順序 不是完全一樣 所以從這兩個的式子看起來很複雜 可以自己回家推喔 可以知道說 如果你已經知道 你兩個quarter wave 的那兩個材料的折射率 然後知道你的入射角 知道你的入射角 還有你的這個入射層 跟出射層它的折射率 你也知道還有你的入射角喔 那你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利用fail slope 求出在兩個材料中間的折射角之外 你也可以求出你這整個的 multi layer system的reflection coefficient 也就是說 你也可以找到它的這個反射率 好所以這式子有點複雜 但是它就是 就是告訴你說你要怎麼樣 一路上 就是利用這樣的原則 去找出你的這個 整個multi layer system的反射率 那我們這邊來 那個舉個例子來講喔 所以這不會很難喔 好如果假設我是normal incidence 假設 入射角是0 就舉個例子來看齁 是0度 好所以我的ceta0或者是cetai 好所以這代表我的ceta1跟ceta2 都會是0度 好就把它帶進去試試看 所以我的rte ok 有了 的 好,所以我現在就舉個特例來看喔 假設我的入射角是0 好,入射角是0 所以代表我在第一層跟第二層見證 它的折射角也是0 然後是0之後呢 你可以找出它的 Potipolization的reflection coefficient 就把它就是帶到我的那個 中間的板子的式子裡面去就可以了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知道它相對於你的這個 就是低層N1、N2或N0、Nx的折射率的話 你可以找出它的反射係數 For T1 Polarization 然後呢,如果你真的帶下去看的話 會發現TN Polarization 跟TE Polarization的reflection coefficient 剛好是差一個負號 如果你只考慮它的反射率的話 反射率就是我的小R的絕對值平方 不管是否T1跟TN它的反射率是一模一樣的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接著來探討 因為這個中間還有N的參數在裡面 來假設 如果我的N2比N1還大 然後呢,如果我的N趨近於無限大 有好多好多層 會怎麼樣 好,所以你可以發現說我帶上去式子裡面的 Reflection coefficient Reflection coefficient 還有去均勻1 好,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的大R 好,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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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現在舉個例子 如果說假設 因為我就對我的這個 Reflection coefficient來做討論 好,如果說我的 第二個N2 第二個那個材料的折射率 大於第一個材料的折射率 那如果說我有這個N個Pair這個N 我去指一下 所以你發現說你的Reflection coefficient 不管是否T1跟TN 它的反射率 都是1 都是1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它百分之百反射 百分之百反射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的光 打到這樣子的Multi-Layer System 光百分之百反射 它是一個High Reflectance的Mirror 好,或者你可以說它是一個 用Quarter Wave的Multi-Layer的Structure 形成的一個反射劑 好,這樣可以嗎 好,那如果說你的 這個N2小元N1 一樣N是GG無限大 然後這是同理 好,這樣可以嗎 好,這樣可以嗎 這樣的話有一個幾個重點就是告訴你說 你用這個Quarter Wave 兩種Quarter Wave 不同材料疊在一起 如果有N個Pair 我不管你的折射率是N2大於N1 或者是N1大於N2 隨便,哪一個都可以 然後如果你的N的乘數夠多層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的入射光打到這樣子的Multi-Layer System 它傾向於是光百分之百的反射 然後它可以做一個反射劑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這樣子的結構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就是這樣子的結構 這樣子的結構 用這種多層膜的方式 你可以做一個反射劑出來 你不用去Coating什麼金屬 Coating什麼Silver Coating什麼Gold 你的光可以百分之百的反射出來 你可以利用這個做一個Dylectric Mirror 好,這邊是你需要知道的一個點在這邊 然後你可以看看 這到底是怎麼樣用 其實還蠻有意思 然後這個的例子其實蠻有名的喔 好,然後這邊的話再補充一個點 那如果說我不要高反射率 好,如果說我需要它的反射率是0 我需要抗反射 好,然後這邊舉個例子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不是要高反射率 我今天如果希望是抗反射膜 所以我的reflection coefficient 它應該要是0 要是0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把剛剛的我們的 reflection coefficient for T1跟TN的Case 把它找出來 然後分子的地方是0就可以了喔 就把它稍微寫一下 然後你就可以找出它的這個關係式喔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喔 就是這邊再稍微再說一下喔 就我希望它是 就是抗反射層 所以我的reflection coefficient 算是0 這樣反射率就會是0 所以光打到你的這個 mortelial structure 它不會有反射光 所以這個時候你如果回到你 剛剛我們推的這個 quarter wave stakes 它的reflection coefficient for T1跟 TN 你會發現它分子要等於0 所以需要滿足這樣子的關係式 好,那我現在假設它的入射角度是0 就是normal incidence真相入射的Case 你就會發現我要達到抗反射的條件 我的N1、N2、N0、Ns不可以亂選 你需要滿足類似這樣子的關係式 N2除上N1的2n次方 要等於Ns除上N0 所以說如果你要把這樣子的 mortelial system要做成一個抗反射層的時候 你就記得你的N0、N1、N2、N2、N2的選取 你需要稍微設計一下 不然你可能達不到你要的效果 是這邊要稍微跟你講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然後回過頭來 如果去看我們當時的AR coding的例子 一樣在AR coding 另外的例子 如果假設我的N只有一層 就回到我們以前 就是我們簡化它的例子 好我們這次回到 回到之前 就是那個3 layer structure的例子 所以我就是要用這個top 用這個top 所以我可以看到 假設我們之前3 layer structure 是指N0、N1跟N2 所以我現在假設Ns也是N2 就回到我之前的例子 好然後這邊一樣是D1 好那我現在R要等於0 好所以我們回到原來的 這個之前的例子喔 再重新來看 好 回到之前的例子 我們都是3 layer structure 然後N0、N1、N2 大概三層 就是我三層 就是之前的例子 那我們套這邊的套 因為我要套我那個左邊的式子喔 所以我就把它這邊分成 好像看起來是有兩個 這個quarter wave plate 然後N等於只有一個 一個pair 好 的例子在這邊 那我要AR coding 所以我的反射率要是0 那for TE polarization的話 你可以知道說 這個你把它帶進去 就帶到這旁邊這邊的例子 好 N是1的例子去看 你會發現for TE polarization的話 好 它需要滿足 滿足 就是你的N2cosθ2 乘上N0cosθ0 對 N1平方cos 平方的θ1 好 那我再搭配我的snel slow 因為搭配我的snel slow的話 我可以就是 找出我的這個θ的關係喔 還有就是 可以找出他們相對應的關係在裡面 好 就是找出我的θ1、θ2 跟θ0的關係 還有你的N0、N1、N2的關係 都可以從這邊把它找出來 好 那我假設我是正向入射 好 0度角入射 所以我的θ1跟θ2都會是0度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發現 我 我要達到 我這樣的structure snelia structure 我想要達到抗反射膜的目的的話 我的N0跟N2、N1它需要有的關係 是N1中間的那一層的折射率 需要是入射跟穿透層的折射率的相乘才更好 這是跟之前的結論一樣 好 那4tm的話是一模一樣 你可以下去做是一模一樣 所以不管4t或tm的光入射 就是記得就是我中間層的折射率 你要選取的時候一定要注意 就是中間層的折射率選取要是這兩個 相乘的開根號 好那我們之前還有用另外一個講法說 其實這個東西還有另外一個深層的意義是說 因為你要讓兩道光是破壞性的干涉 所以它的振幅的強度需要相當 你才能完全cancel掉 這是我們之前有另外一個講法 大家應該記得齁 所以可以看到那個講法 不管是用不同的講法 它得到的這個結論都會是一樣的 好所以這邊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你要在射系抗反射層或增量層的時候 你這中間有一些折射率的選取 還有厚度的選取 你需要稍微設計跟注意一下 你才有可能設計你要的這個 這個就是設計你要的多層膜的這個特性喔 所以我這邊稍微再稍微講一下 所以我們花了大概三個小時的時間 很快的告訴你 如果我今天有一個multi layer的structure 你要怎麼樣的去處理它 我用matrix的方式處理它 所以你主要是要找出它的transfer的matrix 那這transfer的matrix裡面是由界面 還有propagation matrix是組合而成的 然後你如果可以這樣子 把它的transfer的matrix找出來的話 你的穿透、output跟你的input 還有你的反射的光的關係 你都可以把它找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要設計 一個multi layer structure 你想要變成一個抗反射層、增量層 或者是穿透光 你想要稍微去調製它 讓它穿透光只有50%穿透 或者是50%反射 或者是多少光 具有attenuate的效果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找它 不過在我們的這一套的裡面 我們很多東西其實沒有考慮進去 像什麼scattering啊 什麼absorption 我們通通都沒有考慮進去 我只是很單純的說 在這裡面傳播我就是會累積香味 在interface的時候會怎麼樣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 如果你裡面有特殊的材料 它可能會有吸收 會有散色 會怎麼樣能力要求 都不包含在這個裡面 所以說如果你在設計多層膜的結構 你牽扯到很多 就額外的效應的時候 你這個整個的理論 你可能要再重新把它寫過寫清楚 甚至是說你的這個 裡面的multi layer structure 如果它有特殊的周期性的時候 例如像什麼光子晶 有特別的周期性的結構在裡面 這整套你要去要重新把它寫過 這邊只是教最簡單最基礎的 那麼multi layer的處理方法 然後讓你可以很簡單的去很快的找出 說熱色光反射光跟穿透光 它的關係是什麼 這樣子OK嗎 然後這邊的話 我就是multi layer structure 就結束掉了 我下次會從那個 Polarization Jones Matrix開始講 然後這邊只有三個小時 我就把這個主題 就整個結束掉了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先上到這邊 剩下的下次再上